在9月8日下午的国民党中常会 以及9月18日台湾中天新闻举办的网络直播辩论会上 两岸议题和国民党是否要改名称 都再度成为此次选举候选人的焦点议题 台湾最要避免的就是不要成为筹码 也不要成为棋子 不要盲目地选边站 现在的民进党很清楚 只选一边站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兵凶站位 这是一个危机 江启臣提出192共识重启两岸契机 强调若他连任党主席将亲赴大陆展开国共高层会谈 朱立伦则主张求同存异相互尊重 张亚中认为所谓一中求同 无法解决两岸敌对问题 国民党要做的事情 是把台湾跟大陆这条线连在一起 更好的是把敌对关系变成和平关系 我们中国国民党要做的事情 是把台湾跟大陆这条线把它连在一起 而且更好的是把敌对关系变成一个和平的关系 这样子我们中国国民党才能够更多的拔原权 张亚中还强调中国国民党的中国二字就是党的灵魂 但从国民党前主席李登辉开始就被掏空 如果改成所谓台湾国民党 两岸还可以政治对话吗 两岸不会发生战争吗 因此不要轻易放弃党民中的中国二字 什么是本党的灵魂 中国国民党前面的两个字 中国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国民党的灵魂 各位不要轻易地放弃它 不要再把我是中国人 或者我守中华文化 我坚持中国历史 当成是一个守旧的事情 毫无疑问的台湾人当然是中国人 中国历史不是因为你不承认他就会不在 台湾的中国人不是因为你不承认 台湾人就永远可以不是中国人 张亚中的这一说法 也获得其他三位候选人的一致支持 我必须要强烈地主张 中国国民党是有历史 它有连结 它不但在台湾 而且它跟全世界的我们侨胞 跟两岸的连结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能够改掉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是我们必须要坚持捍卫的 我至今到任何地方就是用中国国民党 党主席的这个支撑 不会改变也不需要改变 这个头衔其实对我来讲是责任 也是荣誉也是骄傲 9月25日国民党主席选举落幕 朱立伦成功当选后宣示 中国国民党在两岸关系路线上不惧民进党任何标签 我也再次的宣示 国民党在两岸路线上绝对不会变成小绿 我们不会畏惧任何的民进党的标签 我们要重建两岸交流的平台跟沟通的管道 在随后展开的卸票行程中 围绕两岸关系朱立伦进一步指出 两岸沟通管道若能重新建立 将来对台湾民众是有利的